蔡先生早幾天下載了一個免費視像短訊APP 以為免費沒有死?誰知就中火 話說蔡先生收到朋友的短訊叫他下載這個APP 他同意下載安裝後 就陸續收到其他朋友電話 問他做甚麼聲短訊叫自己下載這個APP 蔡先生覺得好奇怪 就打去手機服務供應商查詢 對方跟他說他發了二百多個收費短訊 要付二百多元 蔡先生大為震驚 要求立即停止發送短訊 不過對方就說沒辦法 要他自己和有關APP的發行商交涉 而蔡先生發出的短訊就好像病毒一樣蔓延 十幾個朋友按他的短訊邀請下載同一個APP 然後又不斷發收費短訊 齊齊中伏 蔡先生說這個APP有一條條款 是說發送SMS 他估計一旦同意安裝 就等於授權他自動發短訊 現在的問題是說 有很多人都中了 但是現在都不知道他怎樣求助 但是電訊商都是說 喂 你們 approve了他的 那就是好像當是簽了藥 但是我說這個是不合理的條款 不合理的條款沒有理由可以應用在那裡 還有如果現在有很多人中了都不知道怎樣求助 是白白地搞了錢 對不對 認為覺得自己最壞沒有看清楚 但是現在不是說我們去想 是最壞沒有看清楚條款 現在是他去安裝陷阱去陰我們 蔡先生說自己已經報了警 不過警方發言人就說案件不涉及刑事成份 建議蔡先生自己向相關機構求助 有律師認為用家有責任查看使用條款 如果同意安裝就很難追討賠償 OM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